歡迎收看客家英文,我是老大師Lib 今天要分享電影 你可不可以剛好也喜歡我的主題曲 這首歌由鄧紫棋他寫十些曲然後演唱 在分析之前我們稍微講一下這首歌 我們要怎麼去彈奏 好,首先這首歌是第一調 後面彈奏我把它寫成C調的和弦 然後我們play C 所以一調起來夾在第二格就可以了 好,我們聽一下曲歌的部分 這邊我們可以選擇用撥旋 或是刷旋的方式去彈著 因為情緒對得到了一個比較滿的部分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要製造聲響比較滿 就自己是用唱歌 好,所以這邊節奏呢 如果用刷的我會用什麼方式刷的 我可能會彈 我會彈 再來是今天的重頭戲 那為什麼鄧紫棋都可以寫一些 這麼好聽的歌 那我們稍微把這首歌解析來看一下 這首歌我們先講架構 它的架構是什麼排列呢 當然先前奏 再來主歌、副歌 然後反覆之後會進到 Precourist 然後再副歌做結尾 它的結構講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有什麼樣的和弦 我們把這個和弦去做解析一下 和弦進行是1563、4、3、6、2、5 那我怎麼知道這些呢 來我們去稍微複習一下 左上角會有個表格 你可以暫停看一下 去對照一下和弦的進行跟 然後極速這樣 接下來我們就不用和弦的方式去講 我們用極速的方式去講 來,其實它的這首歌和弦進行呢 其實是跟塔農巴和弦去做延伸改變的 卡農巴和弦的和弦進行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1563、4145 好,那我們如果往下講呢 我們會發現前面的四個小節呢 1563是一樣的 我們就先不講 好,接下來呢 4145的和弦是經過代換的 在講和弦代換之前 我們先講一個小觀念 和弦呢 跟和弦之間呢 是有功能性的 來,我們會分為組和弦、屬和弦、下屬和弦 組和弦有1級、3mi、6mi 下屬和弦呢 有2mi、4級 和弦呢 5級7 然後再來呢 是-7和弦 這些功能相近的和弦呢 我們把它分在同一家之後 它們之間就可以去做代換 這個F和弦呢 我們先不理它 我們跳到下一個和弦 原本的卡農八和弦的1級和弦呢 它代換成3mi跟6mi 這個為什麼呢 它其實是要在這兩個小節 製造4536的感覺 只是呢 它這個中間呢 把這5級抽掉 變成只有剩下一個4級 所以你在寫歌的時候 你可以把5級放回去 或是你把5級抽掉 其實也是可以的 卡農八和弦的最後兩個小節呢 它是4級跟5級 可是為什麼這邊是2mi跟5級呢 發現了4級跟2mi呢 是同一家 所以它們之間可以去做互相代換 卡農八和弦是451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如果代換成251 欸是什麼東西 它是不是251中指式 就是想要使用一個251中指式的和弦進行 我們大家可以了解到 它這8個小節的和弦呢 從原本的卡農八和弦衍生過來 然後做一些代換改變 那大家如果想要寫歌 你可以先從卡農八和弦去練習 剛剛講的我們排列出來的 這些每一家每一家每一家的和弦呢 你可以有沒有 互相去做代換去嘗試看看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到呢 它使用的這些和弦進行呢 是長這個樣子 我必須要很誠實的講一個重點 除了寫了好的和弦之外 你還有好的旋律去搭配 才能得到好聽的聲響 還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 鄧子齊真的太會唱了 所以呢 他就是有辦法用他的聲線 唱出這麼漂亮的歌 當然我們學習都是從模仿開始 我們最後要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寫歌方式 或是一些表演方式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講到這裡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下方留言 希望這次影片對你有幫助 也希望你喜歡我的分享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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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